一场罕见的暴雨冲刷出三座神秘古墓 古墓干尸栩栩如生 胡须头发保存完好 其中究竟有什么玄妙 神秘干尸身份成谜 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传奇故事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说完了庐县宋木之谜呢 再来说说另一桩更为传奇的谜案 宁夏回渡自治区的岩池县呢 气候干燥雨水稀少 十多年前呢 却突然爆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而正是这场暴雨呢 让地底下的三座古墓室重见天日 之后呢 还引发了一个惊天地气鬼神的古墓悬迷 先说故事 回到十多年前 几天几夜的暴雨过后呢 终于放行了 当地的村民呢 他就出来溜温 走在一块空地的时候呢 他就突然被吓了一大跳 那空地的这个淤泥之中呢 竟然有个坟墓 在1999年的七月后 咱们这边连续下了几天大雨 雨水冲刷之后 把这个墓冲开 看到这一幕呢 村民们立即就联系了 岩池县博物馆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专家们过来一看不得了 这座坟墓明显不是现在的坟墓 而是座古墓 但是呢 让专家们忧心不已的是啊 说这古墓中的随葬品受到暴雨的冲击 许多呢 都陷入到了淤泥之中 M1跟M2是一样 它里面就是 就是那个雨泥也有一米五左右厚 然后我们在经历所有的报告 就是尸骨 棺材 陪葬品 包括就是那个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漂流在这个雨泥里 于是呢 专家们对古墓的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最终呢 清理出来三座古墓 分别是M1 M2 M3号墓葬 经专家们鉴定啊 这三座古墓那都是明代墓葬 距今呢 约有700年的历史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呢 专家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M3号墓葬看起来完全不像700年前的古墓 不但保存的非常完好 还出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东西 让在场所有的人看了 那都彻底傻眼了 怎么回事呢 不同于另外两个墓葬 M3号墓葬呢 并没有受到暴雨的影响 保存的十分完好 因为这都是完完整整的 虽然表面风土没有 但是我们发现这都是完完整整的 以后这个出头这个 当然你要说是心情高兴也是高兴 对嘛 那毕竟是这个完整的以后 没经过盗绝 没有水冲 进入墓室啊 里面的各种随葬品呢 也都完好无损 就连极度容易毁坏的墓质供桌 它也没有丝毫損 开墓盟的时候 你看着所看着就像一个 就是静置了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画面 所有的包括前面这些 呃 后面壁坑上放的那个东西 然后两座墓室棺锅 然后前面放的就供桌 供桌上放的放的那个供品 就是历史的一种在线 它是每次就是放进去以后 你看着算是静态 静态对吧 但是它告诉你一个动态的一个文化信息 再看墓室的中间 摆放着两幅棺材 显然那是夫妻何党 专家呢打开了其中一幅 往里头一看 那都进来了 只见棺材中的尸体骨架呢 十分完整 就连牧主人身上的衣服 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棺锅上的棺花呀 棺上面这个 测灰花呀 这个相当漂亮 基本上全部完整 结果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棺 通过处理以后 把这个锅 锅给我可以打 以后呢 里头就直接发现了一个 完整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丝绸衣服 当时穿着完完整的 这个人国家的这个衣服 穿着非常完整 好像就是 所以丝绸都属于黄的 黄的横 相当漂亮的 再打开另一幅棺木 所有人刹那间呢 那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前的这一幕 那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那帽子摘掉以后 难怪那个头发 黑又黑的 特别明显 发质特别好 油黑油黑的 我说让我推一多 那个男的可能 世界不会得久 我估计他可能 只有三十多岁 因为 一个头发在一个 就是 丝绸这么好的级别上 不可能是老年 嗯 那个脸上 那个当时这个肉 已经封干了骨皮 但是皮子 就是一层肉 肉皮子以后 那个肉皮上 那个当时这个脸上 那个就是那个胡须 还有还能看着 棺木中的这具尸体呢 看穿着那应该是男尸 啊 头戴乌纱帽 身着打官袍 头部以下的骨架呢 同样十分完好 但是呢 不同于前一具尸体 这具男尸的脸上 竟然还有明显的皮肉 除此之外呢 他的胡须和头发 也清晰可见 我这感觉他是挺惊奇的 看了以后 你就感觉他说 如果不要看 你这活生镇的一个人 一样 七百年前的尸体 到现在不但骨头是好的 就连脸上的皮肉 和毛发呢 都十分完好 就好像刚过世 没多久一样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具栩栩如生的男尸 明明经过了七百年 那为什么能够 保存的这么完好呢 专家们经过多次的 探讨和反复研究 最终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所在 这第一个玄机 和当地的气候大有关系 这个与气候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咱们这边空气比较干燥 雨水少 咱们因为比较干燥 它不是那么和潮湿的 众所周知 腐烂的必备条件是细菌 而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都喜欢生活在潮湿多氧的环境中 但是呢 颜值线地处高原 氧气稀薄 气候干燥 并不利于细菌的滋生 也因此呢 尸体呢 它不容易腐烂 当然 你光是气候的原因 它不足以让那具男性肝 是保存的那么好 脸上的皮肉呢 它都不带腐烂的 那如此惊人的效果 和第二个玄机 它也有关 那么第二个玄机会是什么呢 它那个木木室啊 都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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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这边都用的是摆木 这个摆木呢 它这个木质呢 非常坚硬 而且不容易腐烂 像这个用摆木做棺木 它不是 它一般都是达官贵人 或者是家庭比较富裕的 这平民百姓家当时 没有这个条件 相较于一般的木头啊 摆木它要坚硬得多 它也不容易腐烂 密封性极好 密封性好呢 自然而然它就隔绝了 空气中的湿气和氧气 那这样的环境下 细菌它就更难滋生了 最后一个玄机 那就更巧妙了 牧主人肯定花费了不少心思 怎么呢 专家们推测 那具男性肝尸 它之所以会不腐 是木炭和松木灰 吸收了棺材内的这个湿气和氧气 再有摆木棺材和这个砖石木 起到的隔绝作用 以及明下干燥缺氧的气候 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那棺材内长期维持 无氧干燥的环境 细菌它没法滋生 尸体自然它也不会腐烂 故事到这呢 还剩下最后一个谜团 这三座古墓的主人 到底是谁呢 牧主人 他身着官袍 头戴乌纱 那应该是明朝历史上 位高权重的官员 规格那边 应该还是比较高 因为你看明天 也是刚才说的 那个就是那个 涉及到那个 就是品官 官品 他是世西 君子 世西君子 所以说他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二品 同二品 相当于就是 军区副司的女儿 可是 会是哪位官员呢 很快 有专家呢 在M2号墓葬中 就找到了一个 有力的线索 顺利的解开了 牧主人的身份 迷范 那这个牧主人呢 你可能不认识 但是在明朝历史上 他的的确确是个 响当当的人物 牧之 是 昭吾将军 红山杨公 夫妻和大梦 昭义呢 其实是将军的 一种名号 多授予啊 边疆守将 或者是地方军政 一把手 而M3号墓葬的 牧主人 红山杨公 杨昭 那在蒙古 达达入侵明朝的时候呢 奋勇抗敌 力措寻穷 最终的凯旋而归 升官加决 被嘉庆皇帝呢 还授予 昭义将军称号 好了 今天的干尸不符之谜呢 就说到这 没想到吧 700年前的古人 就已经学会了 如何想方设法 保存好过世的先人 而我们今天 所谈到的墓葬呢 他拥有的 不单单是考古价值 他还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了当时的文化 和技术水平 以及当时人们的智慧 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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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